二零二四年才刚开始 原理银行是调查 有五成七的企业 在第一季有加薪计划 其中是以餐饮住宿 和休闲旅游的征裁意愿最高 除此之外 包含麦当劳 还有干杯集团 以及连锁的火锅竹间等业者 今年是对内外厂人员进行调薪 希望可以留住人才或吸引更多人才 刚在餐厅开门营业前 积极备好火锅料 等待客人上门消费 每个细节都不能马虎 才能让人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为了留住辛苦又缺功的餐饮人才 连锁火锅业者已从元旦起 帮正职员工加薪 我们的内外厂的服务人员 薪资从三万七千五百元起 跟去年相较调整幅度 大概是五到八个百分比 那驱助馆薪资则是上看六万五千元 尽管二零二四年才开始 但有许多企业已经宣布加薪 致命连锁火锅逐渐就宣布 内外厂人员调薪百分之五 到百分之八不等 素食店麦当劳寄出正职 全面调升两千元 干杯集团锁定基层正职社员 也要调升百分之十的薪水 除了帮正职员工加薪 餐饮业也积极向求职者挥手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 经历有五成七的企业 在第一季有加薪计划 正裁医院最高的以餐饮住宿 与休闲旅游夺冠 其次是批发零售与贸易 科技资讯金融保险与会计统计 和传统制造业 缺工状态的情况下 厂商加薪的一个意愿 也是比较热络一些的 不过整体来看 还是以这种绩效式的一个加薪为主 其中是加薪还是属于少数的一个状况 人力专家指出由于国内物价上扬 许多员工都期望 透过加薪抵消物价上涨压力 至于调查企业真才开出 平均月薪大约是38387元 记者员是张子佳 他报道